文俊講這些講過的 今天是2024年的9月1日 星期日晚特別加插了一個懷念的環節 因為在35年前的今天 全香港都聽到一個死訊 那個不在這的人 其實是生前是我的老友 是很熟悉的 他叫做鍾寶羅 開這個頻道以來 我一直都希望有機會講一下 和鍾寶羅和Paul的交往 35年一眨眼 都已經我們變老人家 如果Paul小了一點 如果他命好的話 現在都60多了 好了 鍾寶羅跳樓自殺 這件事到今時今日 不時有人拿來做話題 我和Paul的認識 當然是因為他在商台做DJ 他是六啤一半之一 他的外號叫做一波中寶羅 其實他的真名叫做陳振文 好像英文名叫做David 但是叫做David Chan 整個街都是 那商台的厲害 他很容易和DJ 就起了一個 令人容易記得的外號 就等於軟硬天師 以前的楊振耀蘇斯王 這些都是商台半世紀以來 創作的厲害 那Paul呢 和我熟到什麼程度呢 其實 他是我結婚的時候的 伴朗來的 能夠做到伴朗 不是兄弟都不會這樣做 我最記得傳來死訊的那一天 我早上就剛剛在中環拍攝 《小男人周記》第二集 和黎彼得有一場 大家互相喊殺 然後扔電話 然後那個電話 大哥大還跌了樓下 撞傷警察的頭 那一場很搞笑的氣氛 應該早上八點幾九點 因為通常拍戲都很早通告的 突然我的電話響 就是我爸爸打給我 他說 Paul 跳樓自殺了 你知不知道 當時我簡直是shocking 就是完全不敢自信 但是戲要繼續拍下去 然後我就馬上跟阿蛋說 跟陳家常 阿蛋因為當時在一起 我說Paul 跳樓 你信不信 大家都不相信 但是他讓我回憶回 在我們開工之前的 大約十天左右 有一天我們正在開工 我還記得好像出海 拍一些遊艇的戲 那我又收到鍾波羅的電話 那他就和我寒圈幾句之後 就說這樣怎麼樣 拍戲怎麼樣 跟著家衛怎麼樣 那家衛是我前妻 因為他那時候是大肚 什麼時候去加拿大 那就完全很關心的這樣說 那收了線之後 我就還跟阿蛋說 這個臭小子 過兩天一定又來跟我 對支票 因為他的財困 其實我們就 若忍若然清楚 但有時候你知道 年輕人 周主不來 老友 對支票 然後過幾天還給你 是常有的事 那通常他就會 打完電話 就是過多幾天就會來 阿明這樣幫幫忙 那這些作為朋友 當然理所當然 那我還跟阿蛋說 他就說他打電話來 過幾天又會再打電話來 但是跟著就沒有了 再傳出來就是他死訊 那回憶起來我覺得 其實他那個電話呢 是say goodbye的 聽說我們這些周邊 就是共同的朋友都有說 阿波呢其實是一些 就是最好的朋友呢 都逐一 講個電話 就是問候一下 那其實他 我認為他當時都已經有一種 就是 就是 要想走的準備 那很多人說 那鍾伯羅呢 是因為爛倒 因為差很多錢 那我跟他交往那些年 我們的確就 晚上有時候去一些 在這個紅磡 有個老友的家 就我們有個朋友 創造一些 就是好像大富翁 不過是跑馬制的遊戲 就是零食 然後就幾多部 是很好玩的 那時候還說 如果變成一個 那個紙板遊戲會發 但是到今時今日都沒有 那我們那些 就一起玩的老友 什麼 以前TVB Ben Chan 那些一定會記得 CBS 通尼周那些一定會記得 但是我印象中的 鍾伯羅 從來都沒有在我面前 表示過 哎呀 差很多錢 哎呀 輸很多錢 他是一個呢 很樂觀 很nice 就是很關心朋友 不會說negative的東西的 但是 在那幾年 即是說八七八八八九年 那幾年 那小弟都很忙 又寫劇本 還有我一份兼職 就是不是兼職 我還有一個習慣 就是跟葉漢良 陳小波那些 就經常去夜總會的 那樂得去多 就跟夜總會很熟 那所以他們有什麼活動呢 就會發 把 invitation card給我 那甚至乎呢 他們那些周年慶典呢 就會 喂文進 和我寫一下稿 那些詩儀稿 那所以我都跟那些 什麼什麼成的老闆呢 是有計談的 那我就知道 譬如好像這場所呢 Paul呢 因為他當時已經做了兩三屆的 香港小姐詩儀 是被譽為何守信的接班人 那外面這些這樣的活動 當然是有很多啦 那所以我就約兩都聽到 咦 什麼什麼成的 那兩兄弟老闆呢 又幫他定了些數 但是我從來沒有在他的嘴巴呢 告訴我 是有這些事的 那我們有時候 相約吃飯 嘉年威老闆 印尼餐廳 以前有一個 那兩個在那裡 吃飯餐桌 那我就會說 我最近這個女朋友又怎樣 最近我女朋友 就是她不是風流 而是很有女人 那她的女朋友呢 其實最早我和她好得怎樣呢 她最早 就是大家知道一個女朋友 她叫上山安娜 那其實我做這個節目之前 我都跟Anna說 喂 我覺得是時候要懷念Paul 那你有什麼想法 那但是 上山安娜 女兒又有了 又有自己家庭 那我當然是 不可以叫別人去說 鍾寶羅 當然不行了 那但是 我有一年去日本 Paul還說 喂 你和我去大阪探一下 我女朋友 上山安娜 我還有幾張照片 和上山安娜喝茶 然後還在日本的地鐵站 拍照留念 那可想而知 你知道我們的交情是怎樣 那她跳樓自殺的地方呢 是沙田第一城 應該是這個 第四十三座 夜幾樓這樣 那但是 我其實從來沒有去過她家的 那你知道第一城的那些 單位都是一房兩房這樣 但是我認識她的時候 我知道她住在自庫花園 就是國庫林 華庫村上面 就是那個斜坡那裡 一轉上去的自庫花園 經常開車回公司這樣 那鍾寶羅呢 他過了身之後 其實他自殺消息傳出來的 第二天呢 我就是上飛機去送我的太太呢 就去多倫多生我的兒子 那我一下飛機 多倫多 華埠那些報紙 其實上飛機那一天 即是第二天上飛機 已經鋪天蓋地 那些周刊啊 報紙全部都是中保囊 那很多揣測 很多講法 那但是呢 對我來說我只是很傷心 我一個非常好的好朋友過世 那在她做DJ成名的時候呢 她無論拍IQ成熟時 什麼甜甜夜四味 那時候我離開了麗的了 IQ成熟時的第一二站我寫的 鄭丹瑞是編審來的 那另外就去拍賀彩啦 後來她去拍失業生啦 就是她告訴我 哇失業生 我們三個人是被人 扔到一個小車子 說要接通過就接通過 都是她告訴我的 那你可想而知呢 那個交情是 多麼深厚 那我是 到今時今日都很難過 那偶然呢 會有和她一些 前度女朋友啦 都是圈裡面啦 那誰就不說啦 那都有提起 Paul因為自殺 所以呢 如果根據就是 佛家的六道輪迴呢 自殺就是沒有得投胎的 一路的 就是那個魂魄呢 就是在那個中陰道 那一路就是 孤魂惹鬼 那所以她死了之後呢 就傳了很多有關於她的鬼故 譬如好像說 在電視城 就好像見到她的影子 那甚至乎 其中一位前度女友就 就跟我說 我 見到 就是我發夢夢見她 報夢給我 就是好像匿匿在目 那我知道Paul呢 她過世之後 她家人當然是很低調處理啦 那然後呢 那之後呢 她的骨灰呢 就好像是 擺了在荃灣的某一個道場 還是廟宇裡面 那有好幾次我都 約她的前度女友 說不如我們去看看吧 但是終於都沒有做到這件事 因為的確 就是90年代初開始就很忙 然後就在大陸發展 但是到今時今日呢 我都仍然是很懷念 和鍾寶羅 無論在電台的日子 好像那些巨省籃球賽 和她一起做司儀 主持啊 平訊 現場氣氛 或者當時電台一些活動 要合照啊 她是六批一半之一 或者整天和蘇斯旺 我們喜歡打麻將的 那時候 她是鐵腳來的 我們另外還有一個鐵腳 叫做阿黃鐵熊 就是我們商台人都知道了 那她呢 就很害怕她女朋友 又不可以告訴她女朋友 她打麻將 整天和她想辦法了 那這些回憶這些鎖善呢 都令我覺得 哎呀 原來一眨眼已經去世35年 那我雖然是什麼孤魂惹鬼 但是如果你在中音道期間近些廟宇 近的聽多些佛經呢 都是有投胎的 我覺得幾十年了 那鍾寶羅的另外 就是前世今生 她的下一世應該都已經找到一頭好人家 那麼在這裡 就是我作為她的老友 也不想和人們對談了 只是分享我和阿鍾寶羅 就是家往時的生前的點點滴滴 有一些她究竟是不是 因為欠別的錢 我現在都不去查究究竟是真還是假 我只是覺得她這麼年輕 做這個決定真的很難的 不知道她在窗前跳下去之前那一刻想什麼 不過據說她寫了二百字的遺書給她 家人 那完全隻字沒有提到感情交角 沒有提到財務的問題 只是希望她爸爸媽媽好好活下去 可以做一個弟弟的 另外就是向父母自欠 因為這麼年輕 三十歲結束自己的生命 的確決定得有點衝動 好了 在這裡再次跟大家分享 我在這裡懷念鍾寶羅的點點滴滴 那 賀彩的三個主角 張國榮 陳百強 鍾寶羅 都不幸離世了 剩下我這個老人家 年輕的時候寫賀彩 現在還健在 唯有跟大家口述一些歷史 回應一些往事 OK 多謝你們收看 拜拜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